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站着就是坐着,而且跟在他们脚下的永远都是一座莲台,本来以为这莲花的形象只是为了增加美观,但后来小编才知道,这莲花在佛教的教义中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,它象征着现实世界的真善意买。 其实,在很早的时候,我国就已经开始崇尚莲花了,想必读者朋友们一定听说过一句话,那就是,出于泥而不染,出青莲而不搖,它象征着一个人在丑陋,浅热的环境中,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高洁。 因此,那些福道两教的大使们,都十分喜爱莲花,也常常会以莲花自决。 譬如,在天界有着极高地位的太上老君同志,他屁股底下坐着的就是红莲,而他的两个好友,原始天尊和联保天尊坐着的,也分别是玉白色的莲花和青色莲花。 因此可以